手投足你有投票权你不投票你要干嘛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决定你的未来 你就是要说话让人家听到啊 现阶段可以让人家听到你说话的 方式就是1月11号要投票 因为我毕竟也是手投足 我也会回家投票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国际梅政文萱 我相信我受过国民义务教育的人 有上过社会课的人就知道 台湾的自由民主得来不易 这现在既然都已经有投票权了 手投足你有投票权你不投票你要干嘛 如果投票当天我滑开手机 我看到你还在给我吃喝玩乐 我就跟你妈妈讲慢慢抓起来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决定你的未来 你就是要说话让人家听到啊 现阶段可以让人家听到你说话的 方式就是1月11号要投票 因为我毕竟也是手投足 我也会回家投票的 要快乐呢 大家有在听吗 很多人说蓝绿亮烂 投谁有差吗 这样不行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伤害台湾民主吗 就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人 对政治冷漠下场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延伯之力累积起来也会有巨大的影响力 1月11号 为了台湾回家投票 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儿子整天打电动 女儿每天在网路跟人比战 打最后一班捷运回家 你原本很担心 你原本很担心 但这一年 你却开始珍惜这种宁静的生活 就在几百公里外 数不清的青年 每天被逮捕 被关押 被灵虐 被失踪 被失踪 这一年 独裁专制大声说话 但也在这一年 民主阵营集结起来 大声说话 现在 轮到我们说话了 全世界都在看 台湾会怎么大声说话 请再看一眼 我们的宁静生活 我们凭什么享受民主自由 请再看一眼 我们的孩子 答案 就在他们的眼神中 没有任何忧郁 台湾会大声说 我们选择 和民主站在一起 我们选择 和自由站在一起 我们选择 和全世界 站在一起 一月十一日 愿我们因为团结 感到光荣 会不会 在我们的家里 会不会有 感到不一样 感到福射 在我们的家里 感到不一样 写着 不一样 让我们的家里 去感觉 互相云